我們說歷史,要怎麼劃分時代 可以是秦漢魏晉,宋元明清 那在時代中,或分東西也有南北 通常先西後東,先北後南 這在西洋也分王朝與東西是一樣的 最不同的是朝代之中帝王的稱謂 我們通常怎麼講 喔,劉邦那哥們怎麼樣怎麼樣 朱元璋啊,那個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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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得同啊,因為我們還能知道 在那時代中,知道那帝王的本名是什麼啦 再往後呢,我們來做個快問快答 開始喔,明成祖,朱棣,漢武帝,劉策 宋太祖,趙光毅,宋太宗,趙光毅 唐太宗,統神,不是不是不是,李世民 到目前答得很好,來點難度 來喔,漢魏忠 以前節目裡提過,仔細想想 漢魏忠,漢魏忠,是 是漢魏忠,劉志啊 再來喔,櫻高宗 蛤,什麼櫻高宗 這整人嗎 是啊,櫻高宗,卻有死人 是,是商朝嗎 就是商朝啊 等等,欸 是,是商咒王嗎 答答,是武丁啊 廟號高宗 接著,明太宗 啊,太宗,明朝有太宗 就是,我答答 是明太宗,朱棣 這是特殊的歷史事件 所以,城主也是太宗啊 啊,再來喔 不來了不來了不來了 不完了嗎 你都來這種的 不這樣 怎麼寫你這隻老狐狸 我是說高手 高手啊 以上,以上是這樣 稱故去的帝王 可為廟號與嗜號 明朝有一世一元制 就是一位皇帝啊,只有一個年號 一般狀況下,只使用一個年號 好比說明英宗,就使用過正統與天順兩個年號 因為中間發生過土木鋪之變 也叫土木堡 迫使明廷另立新軍啊 正統帝的正統中段啊 景太帝繼位,是為代宗 而後景太八年,代宗病重 朝臣發動,奪門之變 於是英宗復辟,改元天順 在這,明朝開始有了兩個年號的皇帝啊 往後清朝入關也是如此 清晨明治,一般情況下也是一世一元 就說皇太子啊 建立清朝前 後今使用天聰為年號 成帝後改元崇德 比較有趣的狀況啊 童治帝,原來年號是祈祥 另外還有一位消失的晚清皇帝 寶姓帝,普俊 這一樣發生在慈禧時代 當時光緒帝被慈禧軟禁 慈禧有了另立新軍的念頭啊 於是在宗師中找到了普俊 你看名字喔 還有偏旁啊 是不是跟普俊很像 沒錯啦 他算是普俊的同輩 後來喔 事情洩漏了 導致中外嘩然 在反對的聲浪中 這個連年號都訂好的儲君 就消失了 在時間的推移中 普俊家 成了慈禧的心病 風頭過後 就流放了普俊全家 下場淒慘 是這樣 當然我們還可以說 後來的宣統帝 在滿洲國時代 年號為康德 不過這是另一回事了喔 這是以年號稱謂而言 是明清時代才有的狀況啦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那我們查明 帝王廟號 四號 年號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在過去我是拿歷史課本 我記得過去的歷史課本 最後面的部分 有幾頁都會附入 歷朝帝王世系 字典也是 字典也有 我記得櫻高中 商朝少有的廟號 這個說法我最早 就是從這邊看來的 但具體 我記不清楚了 那我們說廟號與四號的具體差別是什麼 廟號 從名詞上看 就是帝王在太廟中的尊號 我們講這是禮法 似乎在印象中 這是萬事不宜的原始憲法 事實上 並不是這樣的 在歷朝中 各有自己的說法 依自己的需求去解釋 可要 可不要 就說廟號 始於商朝 但周朝卻不使用 這有趣吧 被視為制度根源的周朝 是不使用廟號的 那這裡 還記得以前聊考古的時候 說過一件事嗎 至今尚未發現周天子的墓葬 當然 有疑是周天子墓葬群的遺跡 有被發掘 但是 沒有確鑿的說法 帝王陵的特徵是什麼 是巨型風土 這在先前諸侯墓葬 也是普遍的現象 但周天子沒有 這些都沒有 這說明什麼嗎 天子墓葬 不封不術 他也不使用廟號 難道 這是偶然現象嗎 這個話題 我們以後說了 而奇妙的是 卻有個別諸侯國 去使用廟號 這廟號 在漢朝建立之前 就是用與不用之間反跳的 簡單說 廟號有幾種基本 太高 適中 這適中 原則上就以 主有公而中有德的說法來做 廟號 以什麼為根本 是以廟為根本 要有廟 而這個廟 說文解釋中就說了 尊先祖茂也 就是祭祖的地方 到了漢代 又不定專職祭祖了 漢朝 是巨型陵墓 最發達 也是最後的時代 無論後來說 唐代陵墓 殷山為陵 如何如何 那都是以現有的資源去動工的 而漢墓 漢朝墓葬 是憑空建立而成的 在平原中 鑿出個巨坑為地宮 地宮之上 風土覆斗為陵山 這才是奇蹟工程 陵區的主體建築就是廟 廟一面做祭祀 一面是帝王的請殿 兩漢帝王都是在生前為陵 而這些地面上的主體建築就是廟 廟為了避會 在帝王生前就稱作宮 比較好聽 也就是宮廟的由來 原來指皇家祭祀與居所 我們看台灣宮廟也有這個現象 道教神奇或有帝號 也有風訣或者官位 居住的地方自然也叫宮廟 就這個話題延伸來說 那寺是什麼呢 寺是九卿的官屬 三公九卿 好比說中正寺 鴻爐寺 大理寺 這是常見的 另有說法 佛教的西來時 漢帝也拿佛當神仙看 就是這麼開放與淳朴 這時候佛像與佛典是無處可去 只好綻放在寺中 這些寺是皇宮中的半宮官屬 最早就無關神職 所以這時候工人問佛在哪 就答在寺中 這是往後佛寺的由來 基本如此 說說太高寺中 是歷朝常見的廟號 說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不是說統神 我是說李世民 李世民 漢太宗 孝元皇帝 劉恆 宋太宗 趙匡 清太宗 皇太極 那高宗 英高宗 武丁 漢高宗 孝元皇帝 劉氏 清高宗 弘历 世宗 漢世宗 孝武皇帝 劉策 清世宗 映真 中中 漢中中 孝宣皇帝 劉巡 唐中中 李顯 看到了嗎 這在清朝仍有 只是都以年號行為主了 雍正帝是世宗 乾隆帝是高宗 收回世宗 就無關功德了 一般狀況下 帝王皆有 別說帝王 到後來 在大臣民事間也同行 世宗 就一周出釋法界中說 釋者 行之機也 就是個人一生行為的總結 那概括為一字或二字 但就如我們向來所討論過的文獻 就有 尾書的剩下 釋法就被認為是後世未做 舉例來說 周五王 在現今出土的青銅器名文中 這個五王 不算少見 而後 青銅器出土也有類似的現象 就是 當王在世時 他就有稱號了 有五王 有穆王 還有成王 那些擁有青銅器 或製作青銅器本身的諸侯大夫 很自然的稱當時的王為五王 穆王 成王 有可能 可見 並不是軍王死後才上四號 回想到前述 周朝理智 天子墓葬 不用廟號 反常的去使用四號 所謂周禮 這些在早期來說 根本是不定的 或說 漢朝以後的考證 周禮本來就不是做於當代的 不是書中所記載 當時理智出現時 而著作的 而是後來的人 戰國中後期以後 經多帝多人之手 總成的經典 所以釋法也可能是如此 釋法是後人誤會 王朝典制 而總結經驗 與復會而成的著作 很後來的人 讀書人 平民百姓 去想像當時王氏貴族的典章制度 而寫成的一部書 無論如何 它還是有紀錄作用的 總結釋法 共183字 古來評價皆在其中 分為美式 平式 二式 以常見來說 就是文與五的毛 就五來說 我們來查釋法 鋼牆直禮約五 克定禍亂約五 寶大定宮約五 普拉普拉共23種 那文呢 今天偉帝約文 道德博文約文 詞惠愛民約文 等等共29種 也就是說 你只要在這範圍內 在那範圍裡 都能稱文稱五 那我們換個平式來看 衝 就講衝這個字 漢衝帝 我們以前有說過 漢末衝直還靈之一 是法衝這麼說 右少在位約衝 右少短折約衝 總之就是年幼且短命 查查漢衝帝 在位僅148天 想年還不滿三周歲 看來 看來說的也沒錯 那我們再來看二世 愛 其中有愛這個字 我真沒看過有人用 不過這麼說 愛 色於赤語約愛 看來 是小氣的人才叫愛 另外 靈 舉例說 漢靈帝 不情成名約靈 亂而不損約靈 好祭鬼神約靈 也就是說 屁事不幹 鬧了半天 國家也沒亡 而極端迷信 就是靈 那漢靈帝好像都中了 那釋法挺準的 再看幾個有名的 這個字 讀作廟 也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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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就後文來看 我們讀作牧 勤募公 沒錯 正確來說是勤募公 而不是這個勤募公 釋法中說 商人必賢約墓 必人商善約墓 呃 也不能說沒有了 畢竟勤募公死後 勤募人數高達177人 其中三人是大賢 連絲金狂鳥中都有所哀唱 再來 商 漢商帝 這所同盟短折約商 查一下 漢商帝是中國歷史上 即位年齡最小 壽命最短的皇帝 楊 隨楊帝 浩內元禮 曰楊 去離遠中 曰楊 逆天虐名 曰楊 簡單說 浩澀 公關不好 不遵禮法 幹些不是人事的 就是楊 這準嗎 再來了 滿足我的一些私心 查一些我想知道的 首先神 明神中 這居然是美式耶 也是啦 明朝怎麼可能有二世呢 這裡說 明無能明 約神 物廟無方 約神 至明無為 約神 陰陽不測 約神 我真的笑了 這很準耶 明朝官員 是真的很會說話 人所共之 明神中 二十八年不上朝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 明無能明 物廟無方 至明無為 陰陽不測 既說了實話 也沒有貶損帝王 這 這真的很厲害 用字之精準 再看 師 明師中 崇禎帝 內外師所曰師 追悔前過約師 追悔前眼約師 崇禎帝 確實想盡了辦法去救國 說追悔 算是給他的一些 或許不是給他的 是給後人的警醒 他是個怎樣的人 總不能都說王國軍的好話吧 總之 我們都看到效果了 嗜好的功用大於妙號 而妙號的作用又遠於年號 這是為什麼呢 帝王集權 越往後越盛吧 四號 最具實際作用的時代 還是兩漢啦 兩漢還是很質樸的 有什麼說什麼呢 諸頭王也常有二世 帝王上四號也多能核實 這一切到了唐朝就變掉了 唐太宗能干預住室 再者 唐朝皇帝 仁仁稱忠啊 還記得原則嗎 妙號 足有功 而忠有德 難道唐帝王都是賢君嗎 恐怕不是吧 所以到了唐朝 這四號跟妙號一樣了 都變成粉飾皇家的玩具 宋以後也沿襲了這個傳統 更別說高雅的元朝 極權的明朝 還有成名的清朝 所以我向來嚮往兩漢的智譜 所說崖山之後無中國 我個人更傾向漢朝 或說隨唐就是 大量混雜外族與胡人文化 我說漢人是漢朝人 是一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文化 漢人 中華 中國 我也不知道政治正確中 是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 要管他的 中國人 中華文明 最原始的樣子 應該是兩漢 綜合的先行以來 六和四方文化的總成 末尾來補充一些今日的說法 今日的妙號 出現在蘇聯 蘇勳中 柏列的涅夫 柏列的涅夫 喜歡蒐集勳章 蘇歲中 賀魯雪夫 賀魯雪夫 一切問題的答案在玉米 玉米能夠解決任何經濟與國際問題 玉米沙皇 賀魯雪夫 當之無愧 蘇歲中 再補充 美廳中 誰呢? 誰愛聽呢? 尼克森 因為他竊聽了 恩恩恩 是為水門案 美齡中 是誰呢? 誰是演員呢? 那一個 也有某種糖果 以他為名的 那位總統 各位想想 不公佈答案了 以上